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猫君 今天来说一说 和终于第一次见鬼的影片 衣橱 一个神婆收钱办事 来到一户人家搞驱魔 干活的时候 不仅口中恋恋有词 肢体方面的动作 更是跳舞一样的大幅度震动 没见过的人 还以为是在扭秧歌什么的 驱魔法器连声响 要么鬼怪哪里掏 房间里的衣橱眉慢慢自动打开 好像里面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对抗着他 拽了在他手中的刀 向脖子隔去 只听羞的一声 生婆当场紧弄麦隔链 大出血而死 全篇结束 屁嘞 接着来到正片 老好带着女儿镜像 来到家外里做老宅居住 这里山清水秀 空气的负离子又多 正是修养调理身体的最佳圣地 闲暇的时候 还可以采举洞里下 爬爬南山什么的 过一下古代温柔的银丝生活 刚幻想着这美好的一幕 一只无鸭突然撞死在玻璃床上 吓得老好当场跌落在地 心跳加速 血压急速飙升 自从那一次车祸 妻子离开之后 老好就患上了一种惊恐妆爱的毛病 需要长时间吃药 才能克服恐惧 而镜像也是在那只车祸中 留下了心理阴影 生活中变得沉默寡言 不爱说话 和老好的关系 也越来越疏远 一天 镜像在房间里回忆老妈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桌里传来几声异响 上前打开一开 什么鬼都没有 随着个死鬼留到他身后 镜像慢慢回头一看 老好听到叫声跑上二楼 却发现镜像满脸笑容 像是和了哇哈哈一样 哇哈哈 老好有点不太放心 走进房间查看了一番 镜像趁机关上衣橱柜美 生怕被人发现什么秘密一样 手里也突然躲了一个烂公仔 看样子应该是之前中户留下的 很快诡异的事情又再次发生 老好听到镜像房间里 穿来吵杂的拉琴声 上去一看 却发现镜像已经睡觉觉 刚要下去吃个小夜 衣橱柜门又自动打开 偏头的那个神婆 突然从里面冲了出来 吓得了好似宵夜都没清醒吃了 惊醒后才知道 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但这个梦却是非常的超现实 刚刚的设计头竟然被撕烂了 送回女儿的公仔 也被搞到一团糟 就连镜像最喜欢的小提琴 也是一言难解 因为工作要离家一段时间 老好只好起个保姆来照顾镜像 随时刚离开没多久 保姆就吵着不干了 原因是镜像这小家伙 在牛那里放了一条军鱼来吓唬他 告诉他更年期都还没到 就已经内飞灭失调 家里只剩下镜像一个人 衣橱里面的死鬼 也趁着溜出来搞事 数过去的闲猪手 瞬间就将他揉走 镜像就这样成了失踪人口 条纸查看防止附近的检控 没有发现任何的线索 就这样后了一个月的时间 老好决定接触新闻媒体 向广大民众收集线索 在反看镜像物品的时候 老好发现了个诡异的话 联想到之前的噩梦和衣橱 刚想打开来看看 门领突然响起 一个自身是网络公司的男子 小福 上面前来检查网络 这家伙拿着个探测器 在那里探来探去 从一楼探到了二楼 最后探测到了衣橱那里的信号最强 一脸淫欲的表情 像是发生了什么东西一样 原来这家伙是装美搞驱魔的 自身是韩国驱魔家的第一人 早在20年前的时候 就有小孩在家里神秘失踪的案例 直至现在 箱头的案件已经达到32例 当年那个驱魔的神婆 就是小福的老马 而杀死他老马 以及带着那些孩子的 就是眼前的这个小鬼 那些失踪的孩子 被带到艺术园的空间之后 人世间的所有记忆 将会慢慢消失 直到变成这些死鬼的头类 想要救出镜像的唯一办法 就是引出那个小鬼 用各种方法 将镜像从艺术园带出来 说干就干 小福在房里摆好各种阴鬼阵法 还耍出了钢层鬼板 常用的辅助道具 可能是等待死鬼现场的时候 有点无聊 小福还不忘吃起了小夜 补充一下能量 毕竟高鬼也是一项 除重的体力活 只是这家伙小夜才刚吃完 嘴又停不下来 又很有雅兴地磕起了瓜子 瓜子磕得好像寡淡了一点 又流去厨房 打算搞点啤酒 润一下喉咙 结果直接喝倒 打造了傻巴掌 啊 谁吧 没了就老虎发现摄像头 好像有点问题 于是一个人流去查看 意外停到房间里 传来静响的叫喊声 老虎没有多想 一把打开衣橱门的同时 房门也自动关上锁了起来 那些死鬼很快就现身溜出来搞事 小夫也及时醒了过来 通过耳机指引着脑河行事 就在两人以为大吉大利 今晚可以去吃炸鸡的时候 摄像头突然坏掉 穿梭中的那个小鬼 也终于露出尊容 小夫一眼就认出 眼前的这个小鬼 就是之前失踪的第一个孩子 小丸子 小丸子魔力威猛 不怕任何的咒语和道夫 三两下就将小夫打到铺杆 另一边的脑河 老猎要闹钟引开死鬼 顺利逃出房间 接着大小夫来到鱼院救治 得知搞得打进鱼院的那个小鬼 叫做小丸子 老猎等过小夫收集了资料 再经过一番大地 顺利找到了小丸子的老爸 大猪 大猪早已耽误了女儿的成年往事 不想招起管这些害人的东西 当看到老猎拿出女儿最喜爱的公仔时 大猪像是着了魔一样 抢过来打算一把火烧毁 谁知刚刚点着 小丸子就流出来向大猪问好 还操控声索 降到悬吊在半口 老猎听到东京立马赶了过来 发现大猪已经被小丸子抚尸 眼前也出现了 小丸子当年死亡的画面 但大猪因为做生意 亏得渣都不是 一时想不开 就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还叫小丸子所在一处 一把火烧掉了房子 幸运的是 大猪福达明大活了下来 女儿却被烧死 好在老猎也是老命够义 被即使杀到小福救了下来 而大猪最终也是难逃一死 被小丸子带去了一次远世界 小丸子之所以会搞事不断 是为生存的怨恨 一直存在他深深的脑海里 最终找上的 和他一样有痛苦经历的孩子 而静香正是一个没有老妈 同时又缺乏父爱关怀的人 所以小丸子就找上了他 老猎觉得很是愧疚 决定群之去那个义士园 救手静香 孝夫扑下各种正法 口中又是念念有事 将老猎送进了一处另一边的世界 在这里 老猎见到了已经死去的妻子 孝夫随便有个福州 就逼出了他的原形 之后老猎来到一个 最终的32个小孩都聚在了这里 很快这些小鬼就变脸不认真 看到老猎就像看到汪仔牛奶一样 又吸一又寻的 老猎意外发现了女儿静香 从过去抱起来的一瞬间 被晾盖伞的卡车撞毁 这一切其实都只是幻觉 老猎打算又争起来感化小丸子 可惜没什么乱用 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孝夫刷出终极大招 幻化成小丸子老爸 又是泪水又是苦情的 最终感化了他 老猎也带着静香 从浴水眼溜回来展示 最后大团圆结局 只是世界上存在着千千万万这样的额头 而这个傻度 也将一直继续下去 看完后 我只想说 该片是何俊宇主演的 第一部恐怖类电影 也是他平平最低的一部片子 剧情设置方面 没有太多惊喜和亮点 属于那种 遗憾就只得下点和故事的片子 可以说是好莱坞 模板之下的套路花恐怖片 缺少了本土化的一些恐怖元素 可惜了何俊宇 至于影片的主题 就像周董所唱的那样 他要的是陪伴 而不是六百块 比你给的很简单